整個外在環境的一些狀況來採取適當的一個措施 那麼這次的就是說 剛剛我們學長說講 經常性的這種短期促銷其實也不是我們所樂見 特別就是說這個價格的這個 這個逼價的競爭這也不是不應該是常態 但是我想我們中華電信過去這幾年其實我們是蠻保守的 那對於就是說這個同業逼價的競爭 過去也就是能忍則忍 但是有些時候人也要有限度 這個該就是說該做出反應的時候 應該在重慶應上也是應該做出反應 那我們不希望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 所以我想這個這麼見證的一個市場 難免會大家有各自的考量 refrigerator 到時候 感谢观看